各位老闆,我們現在在這個天津展 我們現在看的這一把是5號450 5號450,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吊性長怎麼樣 這都全寫口珠,這種珠子是比較一般的圓珠 它有對準線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吊性如何 你可以轉過來 我們來直接來刀一下,看一下吊性怎麼樣 5號桿,這個來講的話應該在台灣的3號桿 OK 好 各位老闆,我們現在在這個大陸天津展 我現在發現這隻00號桿 OK 這個老闆,他有自信跟我說這個刀斷算它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稍微測試一下,這隻是0050 我們現在直接來看一下 它的珠子都是這個方形的 方形四方珠 然後每一個過節都有對準線 來試一下它的吊性 來Amazing一下 來到我們天津Amazing 不知道會不會被人家打 應該是不會啦 我們都是釣魚人,應該都是滿腔熱血 當然啦,我們這個代表台灣在這邊 很多人針對我們的超肝動作 都非常的shock 為什麼說非常的shock 因為他們看我們在超官,連旁邊的技術人員 都離我這道非常的遠 那我們實時上來測試一下 來 工作人員趕快離我而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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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我相信應該會非常符合我們台灣人的需求 阿里嘎的 我們現在持續在這個我們的 大陸的天津展 那我們來隨便看一下它的小技竿 它這一隻是 4到300 4到300的釣性 我們來看一下 呈現一下看它的釣性 這個是 夜光,欸 螢光尾啦 不是夜光尾 差點被他們的 他們的術語 術語搞 有點混亂 OK啦,來看一下它的釣性 再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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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個大概在4號300 這個釣性還蠻符合我們台灣 OK 整個就帥氣 哇塞,全部都是搭載 Laiwa Siboku 820 帥 值得學習 各位老闆,我是金豪 今天我們依舊在這個 大陸的這個天津展 東西真的是很多 逛不完 那其實呢 金豪呢 在這邊呢 其實 用我們比較專業的精神來看的話 專業的 我們所謂的專業知識來看的話 其實這邊呢 我們就是走馬看花比較多 那來這邊吸收一點新的 學問也不錯 那當然是說 錄製的視頻是跟各位老闆說 我電話在大陸 OK 那就是說我會 持續去找一些比較好的商品 到時候再持續的關注我們 ありがとうですね OK啦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一支 粉紅色的靈套竿嘛 這支也有對準線 然後它都是 它都是四方 四方豬 四方斜口豬 我們來看一下它實質的調性 0號53 它的這個弧度啊非常的漂亮 沒有任何的死角 當然啦 這個我們先列入參考 我們先列入參考看怎麼樣 那它的手把的部分 來 要請我老哥看一下 這邊 它的手把的部分 做得非常的漂亮 整支粉紅色的 OK ありがとう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我們中國的天音展 這個是我們的伊庫達 它淨化的東西淨化很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淨化的船竿的地方 它這邊的這些貼紋呢 真的我覺得有點承襲了 到我們日本的感覺 伊庫達的部分呢 它在於這一次的淨化論 我們來隨便挑一支它的釣性 好了 我們來嘗試一下它所謂的增圓度 不外乎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船竿的引導性 就是說 船竿的張力要非常的好的話 取決於說它的整體的 釣力值的這個感覺 像這樣子它還不會斷 所以說我們去做一個轉圈的這個動作 它增圓度做得還不錯 還可以 這種就是比較符合我們台灣釣法 多有大物的釣法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我今天也很感謝說 我們的這個黃雅光大哥 帶領我們來參觀這個伊庫達 那我們以後台灣後續的到貨的部分 請持續關注我們全統公司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YO! 好燒燜 記得閉嘴 我們對這個伊座 什麼的事 我們很小心 多大的私家 我們去營餐 感谢观看